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國舞混合中華文化 所以道具多數來自於生活 當我們跳舞用道具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削弱到具原油的功能 將它變成舞者肢體的延伸 增加藝術效果 我們有最輕巧的扇子說起 人們很早就用扇子來煽風避暑 在中國舞中我們經常會見到 擬舞者拿著圓圓的扇子翩翩起舞 我們稱它為團扇 我們用它的時候 有不少藏移不露的動作 展示大家歸瘦、溫怨可人的一面 突顯中國古典舞女性的微態 另一種常見的扇子呢 是折扇 折扇在古代是文人仰式的隨身物件 讓人有一種風度翩翩, 瀟灑不乏的感覺 也是身分的象徵 放到中國舞上呢 舞動時要收放自如 擅隨生動 才會傳情打意 至於劍,大家一定不會陌生 它是最古老的兵器之一 在唐代,詩仁道府就有 色友佳人公宣氏 一武劍器動四方的精彩描述 可見當時已經有武劍的表演形式 中國舞的劍舞源於武術 講求劍法、身法和步法的配合 要以身帶劍、以劍催身 做到輕快敏捷、剛柔並激 最後達到身劍合一 而成功的英文 如果師父太真巧 自己會讓人 勤集中 製作詞 说完医见道具 我们再讲讲占更多空间的身体延伸元素 就 咒舞在古代已经是一种表演形式 根据古书记载 尖歌时期 长咒善舞 是当时的俗语 今天我们看到的咒舞 是由传统戏曲水咒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舞者通过身体每一节关节的传导和重心变化 使水秀在流动过程中 形成直线 弧线 螺旋 扇形等多种形态 将身体语言延伸和外化 跟剑一样 舞动水咒的时候 我们强调身咒合一 要做到以身大咒 咒随身 身吹咒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无论是善、剑还是水秀 我们都强调道具和身体的关系 要做到刚柔并济 动静相宜 才能细腻地表达出 中国舞中不同的性格 气质和情感 简单讲过古典舞的道具之后呢 我们又会分享一下 古典舞中两个比较常见的风格流派 其中一个流派就是 汉唐古典舞 所谓汉唐 其实是以汉唐 魏晋南北朝的精神和艺术气质为主体 加入汉唐明以及清朝的戏曲舞蹈 来展现民族风格 文化气质和审美感觉 汉唐舞多以经典的半月 斜塔 玄宝等动静舞姿 形成平移 斜线 边面 回旋 提寻 倾斜等不同的动势 至于另一个流派敦煌舞 也是当代人对敦煌木高窟壁画多年研究之后 总结和创造出来的舞蹈流派 最出名的作品包括飞天 反弹琵琶等 都是讲求三道弯的动作形态 就好像要有皇上升腾 好像新鲜的感觉 关于古典舞的介绍 我们就先到此为止 下一集我们会转一转话题 跟大家讲一讲中国的民族民间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